不少准媽媽在懷孕期間呢 只要心煩時 就會想要喝一點甜甜的飲料 來紓壓 不過現在要小心囉 根據高醫最新研究發現了 要是糖分還有熱量沒有把關 恐怕會越喝越憂鬱了 最重要的就是妊娠糖尿病 或者是難產等風險也會上升 因此醫師也建議 孕婦喝含糖飲料 每個星期不要超過三次 每次不要超過五百CC 冰冰涼涼又甜甜的手搖引 一口接一口 止渴又爽快 但准媽媽千萬不能這樣喝 因為只要攝取過多 恐怕會越喝 越憂鬱 我都喝巧克力牛奶比較多 憂鬱症越嚴重 指數越嚴重的媽媽 含糖飲料的使用量就會越高 那含糖使用量越高 她的成癮指數也會越高 懷孕對女性來說 無論身體或精神上 難免會造成壓力 不少孕婦都會來杯含糖飲料疏壓 不過高醫以163位 產檢孕婦為對象 進行研究調查 只要攝取越多的孕婦 憂鬱指數就會越高 500毫升是個分界點 每次飲用量超過的孕婦 比較有成癮傾向 甚至磷患認身 糖尿病的機率也提高了 一般不要超過500CC每一天 我們會建議減糖的使用 孕婦適度飲用含糖飲料疏壓無放 但最好還是喝無糖飲料 牛奶百開水 對自己漢堡包才是最好選擇 華視新聞 林婉儀 榮浩北 告訴我們